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挑战 稍一不留神就得全村吃席 选手要做的就是不停吹气 让蜘蛛远离自己 输的一方会得到惩罚 村里的老少爷们都来围观 村长手拿蜘蛛展示惩罚工具 为了防止中途逃离 选手已经被绑得严严实实 比赛马上开始 考验肺活量的时刻到了 开局二人不相上下 蜘蛛在中间无法动弹 突然黑子哥抬起屁股 导致容器向柱子哥倾斜 不过这没有让黑子哥尝到甜头 再做最后的挣扎 奈何他的肺活量不够 眼看着蜘蛛爬了进来 黑子哥闭着眼睛祈祷 老少爷们们紧紧笨住他 黑子哥蓄力挣脱胶带 好像快要晕过去了 表情无比痛苦 随机抓住村长的衣袖 大家乐得前仰后合 一旁的裁判也未能幸免 头盔内部已经看不清状况 大家都在担心蜘蛛的安危 却不知道黑子哥的心理阴影面积 黑子哥眼睛都没敢睁开 他不知道蜘蛛已经拿出来了 裁判最后宣布黑子哥获胜 柱子哥才是最懵逼的 赢了还要接受惩罚 理由既然是黑子哥更勇敢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个惩罚就让他完成吧 黑子哥一身轻松 柱子哥却要选择惩罚部位 要让蜘蛛在手臂咬一口 但是大家伙不满足 希望可以换成胸肌 柱子哥只能欣然接受 村长则是惩罚见证人 所以到底有多疼 大家自行体会吧